實際上第一個開放要留言把它找到 所以如果你假設找不到可以把前面的部分影片上會看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錄製具席 那先彩排,有不要放這個外面 然後點一下這邊 然後就是 原來公式不要刪掉,有不要放外面,點一下 然後點1,2,這也別點Y,點Y就NG重來了 然後打勾 然後向下填滿 第三個動作 清楚的話就是 有不要放這邊,Ctrl Shift向下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Ctrl Shift先按住,再按向下 它就是幫你選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然後按Delete 這樣就OK了 然後把三個動作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 按下這邊,然後就出現了 清楚 好,那 按鈕的話就是從這邊開始 這邊有一個 這個表單控制項 把它拖拉到這邊就OK了 那這個的話呢,請各位就多多練習啦 那再來的話,最後 你想說,老師那這個 我好像沒有寫到程式耶 那這個程式在哪裡啊 再來的話呢 難度相對的也就會越越高 好,我是建議啦 你們平常有時間就多練習錄支聚集 OK 那你反正錄久了之後啦 你慢慢也會比較知道說 喔原來他那個運作的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也比較知道說將來 如何再從這個錄完的程式裡面去修改你要的那個程式 然後讓他更精簡 更符合你工作上要的流程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進階看一下 接下來你想說 那到底這個錄製下來的程式放在哪裡 那我需要再做哪些事情呢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請各位 記得點選那個 這邊有一個按鈕叫Visual Basic 這個Visual Basic點擊之後的話呢 實際上以後寫程式都在這裡 那其實正常狀況應該是我們錄下來的程式 我把它放在跟各位一樣好了 理論上的話呢 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打開之後也許它是整個大螢幕 就是整個很大一個V 整個 全螢幕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縮小之後的話 把它放在哪裡呢 把它放在大概中間 就是大概浮動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將來可以看到後面到底 要做什麼事情 將來可以在做 後續的程式修改 那裡面的話呢 怎麼去打開程式 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如打開之後的話 這個環境 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 打開之後 當然你可以從 劇集裡面這邊有個編輯 編輯其實也可以 其實就等於是 跳到Visual Basic 這個 如果說呢 假如它那個程式沒打開的話 你可以開啟這個叫專案總管 的模組 模組 你們這邊有個加號有沒有 如果它假設躲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加號 然後模組其實就是放我們剛剛寫的程式 把它點兩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的話就會多 就是出現 我們剛剛錄下來的兩段程式 OK 那其中的話你會發現喔 它開頭一定是一個sub 名稱在這裡 串接 後面一個 就小瓜糊 那清楚的話也是一樣 sub 然後名稱在這裡 然後尾巴一定是 所以你會發現喔 頭 尾 尾巴在這裡 OK 那 另外的話 可能你們的 預設的字 比較小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從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這個字本來9號字 這麼小 看得很累 改成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改成大概14號字吧 我覺得差不多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段串接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其實除了說 可以從按鈕執行 或者從巨集執行的話 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從 這邊 假設清楚 游標放在sub 跟and sub 中間 按下上面這邊有個執行 他也可以在這邊執行 有沒有 有沒有要放在 串接這一段中間 執行 這一段就會幫你執行 OK 好原則上 大概知道一下這個 VideoBasic的環境 因為以後 我們要寫VBA的話 那基本上就會靠這個環境 來 撰寫程式 那開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模組 也就是以後呢 程式基本上都是 寫在模組裡面 那假如說呢 你這邊 預設沒有模組 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插入模組 其實這邊是可以 讓你再插入那個模組 也就是你可以 再把你的 程式 寫在這個模組裡面 那因為我們剛剛用錄製的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模組 自動幫你把 兩個sub寫出來 那只是說 你寫完之後 你會發現呢 好像看不太懂這個程式 我是建議 第一個 你可以在這個程式上面加上 註解 那註解怎麼加 特別是說 單引號開頭的 其實就是所謂的註解 那什麼叫註解 基本上呢 就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一些 算是背注吧 OK 那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三個動作 串接嘛 我習慣是把上面這些單引號先delete掉 然後呢 按個TAB鍵 下一切 那我會先開頭 先單引號 第一個步驟 什麼步驟呢 游標放在12儲存格 所以我在這邊打字 所以 打上那個什麼 游標放在 這邊 打油 12 OK 然後呢 輸入 這什麼 再來什麼 輸入公式 這可以寫短一點 我們其實是 游標放在那個資料編輯列嘛 然後輸入公式 其實公式本來就有啦 所以直接打勾啦 然後再來就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實際上就這一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Selection 後面有個叫什麼 AutoFill AutoFill就自動填滿 也就是你游標在那個 空點上快點兩下 這邊的話呢就是 向下填滿 那底下也是一樣 清除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 游標放在 這個12儲存格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是 1嘛 然後2的話呢 Ctrl Shift 向 所以2的話是 Ctrl ET Ctrl 加Shift 加向下 然後再來就是 3就是按Delete 所以就是 Delete 好 OK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如果你加上註解之後的話 記得單一號開頭 後面加上第幾個步驟 然後做什麼動作 你會發現加上這個註解之後 那個程式 可閱讀性就相當高了 趁這個機會 你也順便可以了解一下 VBA的撰寫 的一些相關規則 包含就是常用的物件 像什麼Range 像Sales 好像怎麼輸入公式 不過 當然你會發現 他那個程式寫的 你可能看不太懂 不過沒關係 你慢慢接近他之後 有些東西本來複雜 就變越來越簡單了 然後呢 所以請各位呢 先試著把它加上註解 註解 如果規則 這個當然註解 沒有一定要100% 跟我那個完全一樣 那你們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第12頁 這邊也有 1、2、3 加一下 這樣的話呢 其實慢慢慢慢熟悉他 那我們其實 你會發現 其實入字聚集 也沒有想像中 那麼困難 OK 只是說跟各位講 那個入字聚集 實際上他是記錄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實際上跟那個VBA做程式撰寫 不太一樣 因為 有的時候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不見得一定 需要滑鼠鍵盤 反正就讓他一直跑就對了 所以 之後我們在自己撰寫VBA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把那個 這個入字聚集的程式給簡化 OK 甚至有的時候跑起來的效率 可能還會 比那個入字聚集 來得更有效率一些些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這個部分 我再把那個重點 1就是 點選VBA 然後字如果太小的話 你可以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一下 然後呢 假如說你 點進來之後 看不到東西 你可以點 Module 1 程式在這邊 再來的話就加上註解 讓這個 聚集 更加的友善一些些 OK 那最後執行 你可以試試看 這邊如果要執行什麼 習慣上拖拉過來 如果要執行這個清楚 你油標放這邊 按下上面的執行 它就清楚 如果要執行輸出 油標放在這個串接 按執行就可以了 OK 那也就是說 將來呢 一個sub 對應到的就是 一個按鈕 有沒有 所以這個 串接 它對應到的就是這個串接 按下 這個嘛 就執行它 那這個sub 是對應到這個清楚 按下它 執行這一段 那他們一定是放在模組裡面 OK 以後的話 基本上 沒有特別 的狀況 程式 都是 寫在module裡面 OK 其他的話 開起來 那還有就是說 可能比較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如果你這邊裡面的東西 關掉的話 要打開 一樣模組點兩下 那另外的話 沒事的話 特別去 記得不要把這個什麼 這個叫專案總管 這個叫屬性視窗 沒事不要隨便把它關掉 因為之前就有同學 把它關掉 糟糕 他就想說完蛋了 那怎麼辦 你要開那個聚集 還沒辦法開 怎麼辦 除非說你 你現在點進去還是沒有 很簡單 如果假設那個不見 你只要記得在檢視裡面 那個東西要 專案總管 所以呢 你至少 要把專案總管叫出來 那屬性視窗要不要叫 其實沒有關係 屬性視窗目前用不到 所以 你就先把什麼 專案總管打開來 然後模組點兩下 程式就出來了 OK 可以把它關掉 那底下的屬性視窗如果你要叫出來 就是再把屬性 點一下 就出來 不過他會 把它疊在上面 你可以把它拉下來 這樣就OK了 大概是這樣啦 這環境基本上慢慢熟悉他 那後面我們基本上就 錄製完聚集之後 就要來開始 自己寫一點層次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